你敢相信吗 当年杨开慧被枪决后并未当场身亡 而是有人返回刑场补了致命一枪 杨开慧这才牺牲 更令人震惊的是 毛主席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40年后才得知真相 那么杨开慧是如何被抓的 又是谁给杨开慧补了一枪呢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 大量有志之士被捕杀 毛主席不得不离开妻儿 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杨开慧母子也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然而1930年杨开慧还是被 国民党特务何健给抓住了 并送进了监狱 为了从杨开慧口中获取有用情报 国民党对他严刑拷打 可杨开慧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 最后何健开出条件 只要他与毛主席断绝关系就放了他 被杨开慧果断拒绝后 何健恼羞成怒将其杀害 一直以来毛主席都以为 这就是妻子牺牲的真相 然而1970年 姚楚中却主动自首说 他才是害死杨开慧的真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姚楚中早年也是国民党特务 由于级别太低了 蒋介石拜逃台湾时 并没有带上他 他隐心埋名地来到了一个小山村生活 但后来身份还是暴露了 被送到了农场改造 在此期间 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 最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主动交代说 当年杨开慧被枪决后 反动派见他一动不动 断定他已经身亡了 于是就离开了 可其实杨开慧当时只是昏了过去 行刑队回到驻地后 没多久 就有人来报告说 杨开慧还活着 于是领头的 就让姚楚中再去补两枪 姚楚中赶到石子岭时 发现杨开慧匍匐在草地上 奋力地挣扎着 但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姚楚中 半点的怜悯 他面无表情地 对着杨开慧的胸口就开了一枪 确认杨开慧这次是真的没有了气息之后 他这才离开 得知真相后 毛主席悲痛欲绝 更令他遗憾的是 他始终没有找到妻子留给自己的手稿 那么杨开慧究竟有没有留下书信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杨开慧牺牲后 毛主席心中无比的自责和痛苦 以至于大病离场 甚至后来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多年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主席都会忍不住思考 妻子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 有没有留下支言片语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 毛主席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你妈妈留下什么话没有 毛岸英哽咽地回答道 妈妈让我告诉你 他没有背叛革命 他永远爱爸爸 毛主席听后气不成声 与此同时 主席也多次派人到板仓 寻找杨开慧的遗物 那他坚信妻子一定会给他留下书信 可惜的是直到去世 毛主席也没有找到 1982年 当地政府修缮杨开慧故居时 在砖缝里发现了杨开慧留下的 12页4200字的手稿 8年后 众人又发现了4页1000余字的手稿 里面全是写给主席的相思 可此时主席已经去世多年 不能亲自阅读令人遗憾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